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說到聖靈充滿,還有在那部分說到按手祈禱 我們為人祈禱,尤其是按手祈禱,是更加可以幫助人經歷聖靈的 這是一個禮物來的,是一個神賜給我們的禮物,可以幫助人 而我們有不同的聖經的支持,我們在那個名單上寫出不同的經文 我們列出來,我們就說到有其中一個支持這件事 就是支持,為什麼可以按手可以有額外的幫助呢? 支持這件事就是從耶穌那些人想要摸祂 因為有能力在祂身上出來,所以看到耶穌可以透過身體接觸 那些人可以經歷到能力,醫治他們 而同樣是基督徒,其他的摩西、仕徒都是可以經歷到 就是他們為人按手的時候,那些人可以經歷到聖靈的 那這個是支持,就是說我們真是神給了我們這個權兵 那麽耶穌也都吩咐信的人,哪有神職除了他們就是奉耶穌的命可以趕鬼 還有手按病人,病人就給口料 那麽然後呢,我們今天就看這個生命記三章 三十四章九節,那裏講到約書雅呢 等一等 那裏講到約書雅呢,因為摩西曾經按手的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了 那這裏就講到因為他曾經按手,他就被智慧的靈所充滿 那這裏很清楚講到是因為他按手的 那然後呢,就是士徒行轉八章十七節 這經文因為都是類似的,所以我就這樣講過 就繼續下一節的經文了 八章十七節,士徒行轉就是講到司徒按在他們 撒瑪里人的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了 那然後,士徒行轉九章十七節呢 這裏講到阿拉利亞,就去到蘇羅那裏 因為蘇羅他見到耶穌之後呢 他呢,他呢就,他就跌了在地上 這個看到耶穌的能力,神的能力 在神的同在之中,人是可以跌倒的 那然後呢,但是呢,他的眼睛瞎了 那阿拉利亞呢,神就吩咐他了 就去到阿拉利亞那裏,將手按在保羅身上 就說,兄弟蘇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那這個呢,就是阿拉利亞奉耶穌的命去做 而按手之後呢,他就能夠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那所以,就是很明顯看得到呢 按手祈禱是有功效的 那由《蝦梁傳》十九章六節 那裏呢,講到保羅按手在以忽所人的頭上 聖靈就降在他身上 他就說謊言又說語言 然後另外呢,兩處的經文呢 都是講到,保羅很清楚講到是直著按手所給的恩賜 提摩泰前書四章十四節 你不要興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直著語言 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就是說呢,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呢 賜給提摩泰的恩賜 你不要輕忽這個恩賜 你不要看輕或者忽略這個恩賜 那這個恩賜是什麼時候得到呢 就是從前直著語言 和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他的 然後提摩泰後書一章六節 保羅就提醒提摩泰 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將神值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再挑旺起來 那這裡呢就是很清楚講到就是 直著寶羅按手所給他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那這一句說話呢 都有很多教會喜歡用的 就是有時候 退休會啊 又會講到如火挑旺 或者有時候一些信息啊 不過呢 很多時候就會忽略前面的部分 就沒有說前面的部分 是直著按手所給他的恩賜 那就是說這個恩賜 是保羅和他按手的時候 所帶給他的恩賜 那就是很清楚告訴我們 神可以直著按手 來祝福人 讓他們經歷聖靈 和得到贖靈的恩賜 那而我開始那裡呢 在路加福音那兩個經文呢 就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解釋為什麼按手會有不同 就是在我們之前就讀了的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六節 那個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摸耶穌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那就是說原來 耶穌被摸的時候 他感覺到能力出去 然後路加六章十九節呢 就講到眾人都想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醫耗了癱瘓 那就是說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想走去摸耶穌 那就是說那些人都感覺到能力 在他身上出來 那就是說呢 神的能力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當然這個不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當人很切勿神 親近神 將從神的時候呢 神的靈也都可以更加充滿的 但是這裡給我們看到呢 身體接觸是一個方法之一 但是身體接觸不能夠取代我們自己親近神 就是如果一個人 他跟神的關係不好 他只是想人家按手呢 是聖靈的同在不會停留的 是只是很短暫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本身建立 同神的關係 去保持同神的關係 叫我們呢 現在時事都被聖靈充滿 那所以由這些經文呢 我們可以看到聖經給我們一個 祝福人的方法呢 就是按手禍告 那這個是真是很清楚的經文 聖經也都沒有說到會停止 其實這個恩賜宗子論是沒有根據的 就是我們之前有說過 因為耶穌講到一路到末世 普天下傳福音的萬名聽 信而受死必然得救 由信的人被神職除了他們 就可以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耶穌這裡講到呢 福音傳遍到天下的時候 都可以按手 叫人病得醫治 那所以是聖經講了的 是我們可以持續有這個 這個恩賜團併能力的 而在哥林多前書12章 說到贖靈恩賜的時候 保來並沒有說到 將來會停止的 所以我們知道 昔日試圖能夠做的 我們今天都能夠做 而今天我們的確 是有很多人都帶著能力 為人按手的時候 是帶來祝福的 不過很可惜就是 在傳統教會是 是完全拒絕這件事的 就是他們 否定這件事存在 沒有教導這件事 其實如果看聖經 他們真的找不到經文 去推翻這件事的 就是推翻按手祈禱 可以帶來能力 而這個是一個帶來很大的祝福的 那我又說一說 因為我以前認識的一個家庭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傳統教會的一個牧師 那他的教會是很大的 整座建築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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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次呢 他就在一個報道會 去一個報道會 有人要求他為他按手祈禱 他按手祈禱之後 那個人感覺到能力 他就說 他講給那些教友聽 這個教友就是在他的教會 就是他們的家庭 那他就說 就是說這個牧師 他講到他為人按手的時候 都有能力 不過他在他自己教會 他是沒有用這件事的 那因為呢 用了這件事 那些人就說寧恩派 就會否定的 那但是呢 這個家庭聽到之後 他們覺得很 就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個牧師是有這個能力 不過他因為傳統的框架 所以他不用 但是他就告訴那些教友 他沒有想到 這個就是聖經所說的 這個按手祈禱的能力 神賜給我們的 他是沒有將這些東西相連 但是呢 他自己做的他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 這個家庭 因為這個家庭是聖靈 但是在那個教會呢 他們經歷是不可以說出來的 就是他們的教會是不容許說出來 那後來他們離開了那個教會 所以他自己開一個教會去侍奉神的 那就是很可惜就是有很多教會沒有接受這件事 OK 那我們 我或者還說一點點關於按手這方面 那有些人就會說 那不按手可以嗎 那是可以的 就是 他是可以經歷聖靈的 一樣可以的 如果投入託告的話 那為什麼要按手呢 如果不按手都可以 那我自己發覺是 很明顯是更加強烈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 那如果神給了這個禮物 又說明 手按病人 病人做必好了 那為什麼耶穌要加上手按病人呢 為什麼要加上按手呢 他可以不說按手的嘛 你就是說你為病人討好也可以 但是耶穌加上按手 就是說呢 其實神是想我們為人按手的 因為聖靈有這個特質 是可以透過按手傳遞的 所以我們明白這件事之後呢 就希望我們都能夠運用 使用這個神給我們的恩賜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關於我們剛剛所說的 關於按手祈禱 為什麼會不會那些不潔的靈 是有交流的 因為你好像上次都說過 有一個不潔的牧者 去按了那些人呢 那些人的發展都是不好的 這件事是可以的 那正如任何人犯罪 都會被魔鬼留地暴 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但是有可以發生 不代表我們不可以預防 而要停止按手的嘛 我們可以預防 就是呢 我們就建立和親密的關係 又處理生命 那我們就有強烈的神 強烈的同在咯 就和處理生命 離開了罪 就不會有這些 不潔的靈來搞要咯 就是我們 不要斬腳趾被沙寵 就是那樣是好禮物來的嘛 那樣可以有問題 那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打針 那是醫學上需要的嘛 但是打針如果那支針是髒的 是會造成更大的問題的嘛 那我們不會說 哇 打針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我以後都不打針了 那我們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打針的確有很多情況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有人那支針不乾淨 所以會感染 所以我們都不要打針了 那這樣東西是不合理的 就是變成好像英文有句說話的 就是不要把那個寶寶連著那些洗澡的水一起倒下去 就是它的比喻是這樣的 就是你和那個寶寶洗澡 洗完澡的水便污髒了 那你倒了水 那你倒了水的時候 你不會連著那個寶寶一起倒下去的嘛 就是寶寶是寶寶寶的嘛 那樣的污髒的東西就倒走 那樣的東西 不是停止了這樣好的東西嘛 OK 我有沒有回答 明白 好啊 麻煩 OK 所以我們是需要 潔淨我們的生命建立同神關係 和處理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那麼多的問題我們都應該處理的 包括追求權力啊 錢財啊 被人崇拜啊 因為有時候有些 服侍者呢 他真的那個能力很大 有些人真的會崇拜他的 就是 那未必是 未必是好像敬拜神那樣敬拜 但是呢覺得哇 他很厲害很厲害 我真的要 癡近他一些 就是總之將他擺得很高的地位 我們 我們應該看他就是一個神的仆人 使用的 但是呢我們不要 覺得好像是只有他 我們才得到這個禮物的 我們是欣賞他這個禮物 但是不要變成崇拜這個人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分享 譬如你們有沒有試過為人按手祈禱 而那個人經歷聖靈或者醫治的 如果有的 可以分享 有的 先有 是 是 就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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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我的 我的 夜押 我們是叫什麼 我 我老先生的爸爸媽媽 即你們是叫 即是怎麼說 老爺奶奶 老爺奶奶 我們不是這樣叫 不好意思 老爺奶奶 那我就回去過節了 那我就 我的奶奶就 他突然間的肚子很不舒服 而且咳得很厲害 一直到晚上 差不多三點的時間 那我們睡了覺 我在這裡睡得睡不著 聽他不停咳 不停咳 不停咳 很辛苦 坐在椅子上 那我就有感動去問他 我說 他們都不是基督徒 我都不相信 什麼都不相信的 我想為你祈禱 他說可以 我就暗手去去 我不記得是肚子 大概是下半身的地方 那肚子過了之後 我就回房睡 我一回房睡 我第一個 notice到 注意到的是 他的咳 他的辛苦全部停了 那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馬上停 這麼奇 那第二天早上睡醒 我就問他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好很多 還有看到他笑 他說沒有了那些不舒服 還有我的 什麼 家公叫什麼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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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不過來 我老爺 突然間覺得很驚訝 他覺得 真的是活動的 你祷告 你們所謂的祷告 真的是活動的 那我就開始 跟他傳一些福音 就是這樣 嗯嗯 是 很多時候 當我們祈禱 人經歷聖靈 我就會用這個方法 去傳呼 我就是這個經歷聖靈 報道法 你在網上找經歷聖靈 報道法 然後葉牧師 你會看到 在這方面的教導 還有我有文件的 解釋這個神學的背景 因為神 聖經講到神是可以經歷的 而經歷神 聖經裡面都有講到 可以叫人信耶穌 例如很多例子 那個 格拉森那個鬼父的人 他經歷聖靈的工作 趕走邪廉之後 他就不單止信耶穌 他還去四處傳揚 耶穌為他所做的事 那這個 有不同的人 都是經歷到聖靈 也都叫周圍的人信耶穌 譬如 拉撒路復活 有很多猶太人 因為這件事 而信耶穌 所以這個 經歷聖靈的工作 是可以叫人 信耶穌的 所以這件事 是我們可以善用 還有跟著問他 你其他有沒有什麼經歷 或者感受 那為什麼我會 加上經歷和感受呢 因為有些人就說 你用感覺傳呼 因為 屬靈四定律 就講到 我們信耶穌不是因為感覺 是因為一個真理 但是呢 我就說 聖經有講經歷的嘛 經歷神的工作 就是 例如我剛才講到的 拉撒路復活 這個經歷就令到很多猶太人信耶穌 所以 經歷是沒有問題的 經歷叫人信耶穌 譬如 蘇羅都是他經歷見到耶穌 所以他整個人改變 所以經歷 我們講經歷是合乎聖經的 而 感受 因為呢 很多人又不太明白經歷 那我們就用感受 因為其中一種經歷就是感受 譬如感受平安喜樂愛啊 能力啊 或者是醫治啊 感受到的 那他可以講出來 那他講出來 我就說 聖經有講到我們可以這樣經歷聖靈的 那神這麼真 這麼快祝福你 你想不想以後祝福你啊 祝福你今生和來生的 那他想的時候 我們就向他解釋耶穌 為我們成就的救恩 然後就說你想耶穌真的祝福你 那你信靠耶穌悔悔認罪 信靠耶穌呢 你就可以得著這個救恩了 那我們就向他解釋 然後叫他跟著祈禱了 這個就是我常用的經歷聖靈報道法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啊 我可以分享啊 其實其中一個呢 是近期發生的 那有個年輕人 20歲左右 那他就說 嗯 經常都很想祈禱 但是呢 他說 祈禱不了肚的 就是只可以呢 很平淡的 欣賦啊 那些呢 那一天呢 就有偽聖靈報的時候呢 我是有按手的 那之後呢 我沒有問過他什麼 不過他之後 打電話跟我說 他說按手完之後呢 他就開始 由個心裏面有能力 去感受神 並且呢 經常有些震 開始有那個聖靈的感動 那於是乎 他的祈禱就活潑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 其實多的 我都看到很多 是可以是這樣的 分享完了 是 好,感謝主 其實我本人呢 真的很多很多的經歷 是多到不得了的 因為我想給大家 有機會去講 講一下這個經歷 是真是很大的幫助 當我經歷聖靈 充滿之後 我為那些教友祈禱 他們感動很久 釋放很久 其中 就是有 好幾個呢 後來就做了傳道人宣教士 是 之前是完全不是這樣的生命的 但是之後呢 完全的改變 我也是在公開場合 譬如有一次在醫院那裡 唯一個人按手 他就很大的喜樂 在醫院的樓上的那個大堂 在那個電梯口那裡 旁邊 我們站在一邊 那麼呢 他很大的喜樂 少了五分鐘那麼久 然後呢 跟著呢 他就 就 哭得很厲害 哭得更久 那麼呢 哭得很久之後呢 跟著呢 就 又再起落 那麼我就後來問他 他說呢 我因為從小到大 都是很多傷害 那麼我現在呢 這次在祈禱的時候呢 很大的安慰和釋放 很大的更新 那麼他後來就 做了宣教士 後來他讀神學 做了宣教士 這些都是 就是 我通常來說 我不是只是奇緣土 他得意志 我就停在那裡 我就會鼓勵他 全心跟從神 聽神的話 將來你都可以這樣幫人的 那麼 有些人真是毀身 他整個生命更新改變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分享 那麼我鼓勵大家 都去試一下 試一下做 也都 就是 親近神 讓我們有神 強烈的同在 你身體感受到 神的聖靈的同在 這就告訴你 你的祈禱是正確的 用著靈禱告 而當我們越投入 那個能力就越大了 聖靈越大的同在 就越大了 越大的改變 OK 我們現在我們就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打開心 讓神更大的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站起來 放鬆的人 去愛慕神 感激神 親愛天父 我們 是不是有人想說 這樣嗎 OK 好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放鬆的人 站在那裡 放鬆的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慈愛的神 你很愛我們 你很關心我們 你很想祝福我們 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讚美你 我們依靠你 你是我們的生命 你是我們的一切 我們所有的都是從你而來的 我們很想活在你的裡面 也都很想帶著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正如聖經所說的 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腕手也都叫人 經歷聖靈 經歷靈命的更新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靈命 多謝天父 求主在我們生命中做更大的工作 我們將生命獻上 獻上給耶穌使用 我們願意全心去跟從你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大家都可以呼叫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由心底下發出 哈利路亞 有些人在這裡呼叫 可能有些喜樂走出來 那就保持這個喜樂 聖靈的喜樂 這個會對於我們親近神 處理生命和侍奉 都很有幫助的 不是代表我們每次祈禱都要笑 但是我們靈通的時候 我們祈禱隨時都會有能力 並且有些人會經歷喜樂的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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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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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我們獻上所有 我獻上所有 人上所有 心 祂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阿祢 多謝天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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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再有问题 我想问 刚才的经文 有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 那个人就会掉落地了 但是有时候耶稣 譬如昨天有个经文就是 有个血流的妇人摸耶稣很慢 耶稣都是走在人群中 耶稣有没有使人跌倒的 那为什么有时又没有使人跌倒的 首先耶稣在他荣耀的时候出现有 那就是向约翰和素罗 其实圣经里面他没有记载 不代表一定没有的 就是圣经 司徒按手那些人都没有记载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不过在五旬节那天 圣灵第一次充满的时候 那些人就 他们就有人说他是醉酒 然后比特就说这个时候 那么早怎么会是醉酒呢 这样去回答他 那就是说可能他们都有一些 可以醉酒的迹象 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去解释 就是其实我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其实 譬如摩西他看到神的荣耀 其实他到底经历了多少样东西 他是没有形容出来的 就是我就说我希望不是这样 不过现在事实上是没有记载到 初期教会他们又被四年充满 因为他们又充满喜乐 到底是怎样的喜乐呢 圣经也都没有详细分享 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没有说 不代表他没有发生 而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真的看到圣灵的果子 就是叫人更加爱神 遵从神 离开罪 侍奉神 那这些没有可能是邪灵的工作 这样我会这样回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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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